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开市感囊的时间 我是叶北乐,这一节我们会探讨一下 究竟欧洲和商品方面的走势是怎样看的 以为我们分析事况的,就要在政卷研究部高级分析员王伟豪在这里 Raffi你好 你好 刚才一节你帮我们分析美股的形势 这一节想你帮我们分析一下,究竟欧洲方面的股市是怎样的 昨晚方面,欧洲股市主要的消息莫过于希腊 希腊方面的政局不太稳定,政府也决定提前大选 令市场都忧虑究竟欧债危机会否重燃 希腊股市曾经急跌超过一成 不过临近周市跌幅大幅收窄至不够百分之四 而其他欧诸国的表现都不太好 相反主要的欧洲股市反而有得升 其实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究竟欧洲股市 现在是不是有点两极化呢? 欧诸国方面可能还是比较差 而其他本身比较经济稳健的成员 例如英法、德、欧三这几个国家 是不是他们的股市表现会相对比较稳定? 我觉得这样说,本身你说真是昨晚 当然看回希腊方面本身总统大选的一个情况 以往来计算,突然选不了总统 又说要提前国会大选的时候 变相意味着整个欧债的忧虑又重临 以往来说可能对整个欧洲的股市 不论你说强国好或者弱国也好 都会有一个明映的跌势 但是昨晚反而真是比较两极化的情况 反而一些叫做大国,好像德股 或者是法国股市等等 都有个明显的上升 当然股市更加是它自己本身 不是说太关于欧元区里面的事 反而你看到这些大国的股市就反而升 但是反而昨晚因为回到这件事之下 真是当地,譬如希腊方面 股市就跌了,可能很多欧诸国股市跌了 反过来说可能希腊的债息 亦都是债券市场,债息亦是急抽 反而反而敏感的情况 或者反应情况 又在那些国家似乎是明显一些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一来不是说大家不忧虑 但是暂时的看法又不止一次 过往两年来计算,看得太过重了 可能都觉得还有,似乎你说这一刻 虽然说提早了国会的选举 但是你说都是下年1月25号才会再选 到这一刻来计算还有大概1个月左右 我觉得大家可能仍然有变数存在 或者还可以谈 所以未忧虑到 觉得好像回不了 所以不需要那么急 令到一些大的欧股都会沽 所以变相昨晚来说 相对你说真是希腊股市来计算 可能一些德股 相对比较强一些 我正前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当然你说希腊的情况 不是说不用担心的 特别不断说的就是 随着真是好像之前所说的 昨晚这个总统选举第三轮选不了 即是拿不到足够票数 当不了选之后 变相下年回来 都需要是一个真是提早去的国会选举 而不断说为什么会那么担心呢 因为这一刻来说 左翼联盟就在民调里面是比较领先的 而左翼联盟一直以来 都是反对一个紧缺的政策 变相有机会和整个IMF的救援因素 是背道而辞 所以令到大家担心 最终是他们拿到最大部分的议席的时候 有些有些忧虑 但是顾问这个情况之下 的确在未来这几个月都会主宰整个欧洲 或者欧元的一个趋势 所以的确大家都需要再绝望 去留意整个事体的发展 刚才你提过 这个选举都会主宰着欧元区 未来一两个月的走势 看到欧元昨晚的比较比较弱 你觉得是否这个选举 可否这么说 万一这个反对派 或者叫左翼联盟 他真的胜出这个选举 会令到欧元的结构有些 有些动摇 从而令到欧元的会教会继续向下 其实以为欧元来说 我相信那个弱势 其实都应该会继续 一来就只是说回刚才的希腊事件 你说如果希腊真是左翼联盟 在下年年初 真是叫做拿到比较多的议席 控制着整个国会的时候 都令到未来再行一些紧缩的政策 比较困难之下 大家担心整个欧债 或者欧元区又再是四分五年 所以这些之下 对欧元 绝对都已经是比较不利了 而且以为欧元来计 为何还会看得再淡一点呢 都很关系欧央行的取态 因为其实如果以为过去这几年 虽然经常都说欧洲有限量宽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欧洲的量宽 其实跟美国所限量宽不是太同的 特别是最初都是以花的冲销形式先行先 所以你说以整个资产负债表规模来说 不是扩大得太明显的 但不是扩大得太明显 都已经令到欧元不断弱下去的时候 如果大家这一刻都说 欧央行现在有机会是转变 将那个欧式量宽慢慢过渡到一个美式量宽的时候 即是变上真的如期有银子 或者是买相关不同的债券的话 变上欧元的弱势其实有机会再继续加剧 所以变上如果以之前来计算 不是说行量宽行得那么夸张 都已经在这一刻落到1.2这些边位了 如果再这样走一个量宽的时候 要穿1.2楼下或者很多大股股 其实下年绝对有机会见分1.1这边位 所以暂时以欧元来说 的确看法上计算 我仍是比较审慎为主了 欧洲股市你帮我们分析过了 帮我们分析一下商品方面 看到去年的大趋势 油价不断下挫 连到其他贵金属 好像黄金和铜价 都去到近年的低位 我们分析一下先看油价 油价和这个努布息息相关 昨晚看到 俄罗斯方面的经济增长 络得多年来的首次收 五年来的首次收缩 下跌了0.5% 帮我们分析下 未来的油价是否仍是主阻着 劳布甚至俄罗斯的经济 未来的油价走势你又怎样看呢 当然你又为何说油价 经常关上俄罗斯 或者关上劳布来说呢 其实是否 当然是绝对关上 因为本身俄罗斯方面 都是一个 产油国比较重要的国家之一 似乎都是一个 主阻因素 但是你说本身 特别是油价来说 其实真的关上美金事 因为本身结算货币为主 但公民怎样都好 这刻俄罗斯的情况 仍然是比较粒粒乱 一来最新的经济数据 都见到经济收缩 二来的外围方面 对俄罗斯的制裁 似乎这刻都不算 有太多让步的地方 都仍是比较 比较紧的情况 而见到俄罗斯方面 自己本身 都没有任何的让步 各样东西 变上整件事来计算 都仍是 充满得比较紧一点 变上你说短期来说 预期未必 真是会那么快 解决得到的时候 我相信 只是这一点 对油价方面的 看法或者影响性 都会继续延续着 而且以来 不断地说 这一阵 为什么油价 会由 譬如可能90 100元 到现在 剩下50 多元 50元 头这边位 下了整 三四十元 除了刚才说 俄罗斯一大主因之外 当然关于油组 或者整个原油供应方面 似乎也都一样 不是特别有个 让步缩减的情况 所以变上 供应在过程的时候 油价自然很难 会有一个 太大幅度的回升 再加上这一刻都不断说 譬如日本 或者中国 这些比较大的 原油消费国 特别今年回来 都面对着 经济放缩的情况 中国放缩 日本更加都怕 收缩 变上 以需求方面来说 他们本身是 投几大消费国 但本身经济的增速 都不太得的时候 意味着 未来的原油需求 是有影响的 所以变上 无论供应和需求来说 都这么大的失衡之下 其实油价 纵使 这刻下了这么多 也好 但下年回来 我觉得 未必会有 太好的情况 出现 纵使 再大点空间 不断说 不是太多 但我觉得 就算是反弹 也好 可能会回到60多元左右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助力 很难说回到今年 例如楼的旗油 很难说回到今年 90多元 100元这边位 所以变上 暂时 有下年对油价的看法来计 一样 相对比较审慎 就算是稍稍为主 如果是这么说 金价是否都会受着美元影响 而继续向下 可以这么说 金就和经济敏救 相关性 就不是那么大 反而从这个 通胀 或者货币供应 方面的方向比较大 我们分析一下 金价 明年的走势 你会怎么预测 如果以金价来说 我相信年初 其实有机会 可能会借势 就是抽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特别刚才说 有几个所谓的避险因素 一来就希力方面 政局又不明朗 变上都有机会 令金借势 的避险因素 扯上 而来的就是 外围方面的 经济有乏力 这些因素之下 可能令到大家 少少短期都会追金 所以有机会在年初 即可能第一季度 金会做好一点 但是刚才提到 例如四月份打后或者年终打后 慢慢说 美国加息的时候 这件事有机会 叫做到时 弄回省额金 所以我相信 金 看法上看 都是省省点 但年初来计 可能会有少少的 星浪出现 也不奇怪 好 这一节 好多谢Rudy为我们分析了 欧洲和商品的事况 稍后回来 我们会看看 中港股市的投资焦点 千万不要走开